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按照咱们这个书目的计划呀,本来是应该啊继续讲这个第一次金川之战参战的功臣 咱们聊一聊啊,这个前线的武将以及协同作战的这些文臣乾隆皇帝究竟给了他们什么样的封赏 哎,事实是什么样呢?事实啊,是乾隆皇帝也确实封了不少的爵位 那您瞧,既然我这开头都这么跟您交代了,那就证明啊,咱们这期肯定是不讲他们 咱们留留,把他们再往后等等,为什么呢?因为我先这个话题啊,它不热闹 我觉得这两天咱们书馆啊,那书啊,已然很糊涂了,它内容啊,不够热闹 哎,有人说了,那你就是不给书听,其实不是,咱们顺言下去不是正好该讲到这儿吗? 所以说呀,我决定,也别让您挑毛病了,咱们干涉呀,跳着讲,先讲热闹的部分 哎,您知道什么叫乌吐吗?哎,这是我们的家乡话,您听有这么一出戏没有啊? 叫乌吐水伐茶叶,哎,这句话里边说的这个乌吐水啊,就是说这个水不开的意思 哥,咱们这讲的就是不够热闹 那么治下的书咱们要说什么内容呢?这治下的书啊,咱们要说说这一次金川之战相关人员或是打了败仗的 或是被皇上逞住了,弄死的 您瞧,这里边都杀了人了,他惹定是惹呢?不是,那咱们第一个说谁呀? 那第一个咱们就得说说这金川之战的始作俑者,就是那个大顾扎沙罗奔 其实啊,咱们在这个大段书这个金川之战当中啊,我就想掰扯掰扯沙罗奔,摸摸他 可是啊,我就怕呀,影响了咱们这个战争发展的节奏 这样呢,反而不美,所以说呢,我把这段呢,挪到了今天跟您聊 要从这资历上论呢,这个能够扔圆了胳膊,啪啪的在第一次金川之战当中 和这沙罗奔拍老签的,就只有岳中旗一个人 那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沙罗奔和岳中旗一样,都是从这康熙年走过来的人 咱们要说的可不是岁数,咱们要说的那都是军功战功 那咱们就得先说说这沙罗奔他到底是什么人 这沙罗奔哪天生的,这史书上可没有记载 不过他哪天死的呀,写的清清楚楚 他哪天死的呀,他是这个乾隆25年的5月11日 并逝在这个大金川土司关寨 您看呢,现在有这个电子万年历,他就好查 那天呀,如果要是按西里算的,应该是1760年的6月23日 咱们呀,刚讲完这第一次金川之战 咱们知道啊,这乾隆14年的2月份,金川之战才结束 由此可见,这金川之战结束以后 这沙罗奔呢,又且活了一阵子呢 这沙罗奔呢,是家荣藏人 这家荣藏人呢,家荣啊,是这个藏族的一个分支 有人说不对,这沙罗奔呢,是康巴藏人 哎,您这话说的也对,只不过这康巴呢,是藏区的一部分 这两种形容方式啊,是从两个方向出发的 实际上不矛盾,他也不挨着 这个家荣藏人呢,或者说康巴地区的藏族啊 他有一个特点,这男人呢,都比较彪悍 您就比如说这大顾扎沙罗奔 不过相对而言呢,这女子都是非常的漂亮 咱们这么说啊,我眼里啊 这藏族同胞,无论男女,只要是青年 包括中年啊,老年可能显得比较沧桑 但是中青年啊,都又精神 我觉得是又漂亮的 只不过呢,这卫藏地区的人呢 他多少皮肤有些油黑 因为海拔比较高嘛,这个光照比较强 哎,因为这气候恶劣啊 这个脸上啊,也比较显得沧桑一些 可是这家荣藏人不一样 皮肤啊,普遍啊,比较白皙 当然啊,我说的是女子 有人就说啊,这家荣藏人啊 和这个卫藏地区的藏人呢 祖先是不一样的 有人说啊,这家荣藏人的祖先 就是消失了的党项人 这我完全是道听途说 我怎么听来的,怎么跟您行红 我不负任何责任 因为我一点实际的证据没有 我只是在这图片照片和这视频上看啊 家荣藏区的这个小伙子和姑娘 长得确实是漂亮 您就说这个沙罗奔的侄女寇 这个寇啊,嫁到小金川之后 是既迷倒了小金川的吐司则望 还迷倒了这则望的亲弟的梁耳吉 并且啊,把这哥儿啊都死死的捏在了手中 乖乖的就把这个小金川的吐司印信呢 交到了大金川吐司沙罗奔的手里 其实啊,咱们这么想 这扣啊,光是有手腕肯定是不行的 那这个女子一定是没烟动人的 得嘞,咱们赶紧的得把这话题忘回啦 要不然啊,我要跟您交代什么我都忘了 咱们还得说说呀 为什么说这沙罗奔在这个康熙年就已经 凭借着自己的战功成名了 刚才咱们说了这沙罗奔呢是家荣藏人 不用我再细解释了吧 那他肯定是大金川人呢 他是这个大金川曾经的首领叫加勒巴 这儿啊,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 因为再早我读文献的时候 这个名字不叫加勒巴 这个名字呀,叫做加勒塔尔巴之 哎,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越来越简单叫加勒巴了 得了,咱们还是按简单的来,省着记不住 这加勒巴呀,是这个沙罗奔的爷爷 可是沙罗奔的这孙子呀 他可不是这加勒巴的嫡出孙子 他是庶出 所以说呀,这沙罗奔的最早可不是这金川的吐司 金川的吐司是谁呀 是人家这个加勒巴的嫡孙叫塞勒奔 虽然呢,没有详细的记载 但是啊,我估计很有可能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沙罗奔的侄女寇和他的侄子朗卡的爹 呃,对了,人家不叫爹,人家叫阿爸 那么在这儿,您就没有个疑问吗 因为这个吐司啊,都是父死子祭 那么在这儿,为什么这塞勒奔死后 确实是沙罗奔长了权,做了大金川的吐司呢 话本小说里呀,是这么说的 说这个沙罗奔呢,联合这个塞勒奔的媳妇啊 把这个塞勒奔谋害了 这么一来呢,这沙罗奔呢,才有机会做了这吐司的宝座 不过这一点都不可信 如果真是这沙罗奔杀了他的亲哥哥瑟罗奔取而代之做了吐司 那么后来这朗卡和寇啊,对沙罗奔如此忠心 并且呀,亲身的参与到这沙罗奔的作战计划当中啊,是不可能的 哎,那为什么在瑟罗奔死后啊,那不是父死子祭成了兄中弟吉呢 要捣其祸根呢,那一下子就捣到了岳中其身上 这儿啊,也能解释这沙罗奔为什么是从这个康熙年就成了名的一方豪强 康熙六十年,这青海反萝卜藏跟踪 这岳中其啊,是这个当年的四川提督 他受命出川呢,协助大军作战 在他的队伍当中啊,就有五百藏兵 也就是有五百吐司兵 这五百吐司兵全来自大金川 就是这沙罗奔带队 这沙罗奔带着这五百吐司兵 在这个争阳洞的战役当中一战成名 作战英勇 于是啊,这四川巡抚四尔图 和这个提督岳中企业 就联名保举了沙罗奔 做了大金川地区的副长官司直弦 哎,您瞧了没有,这病就在这儿 好面的,给人家这个大金川吐司找了一个副手 原来人家是没有副职的 所以说就直接导致了 这瑟勒奔死了以后,这儿子并没有继承吐司之职 继承吐司的是这个副手弟弟沙罗奔 到了雍正元年 这川山总督年更有 又在这个雍正皇帝面前啊 宝举了这沙罗奔 让沙罗奔正式做了大金川的安抚司 兵部的这项任命啊 咱们今天还能在这个满文老当里查到 这是哪天任命的沙罗奔呢 就是雍正元年三月初五 这道任命书发自于大清朝的兵部 那么这个大清朝的一个安抚司 一个安抚使 为什么好模样的,他就反了呢 沙罗奔呢,为了扩充自己的地盘 他呀,抢夺了其他土司的土地 并且呀,强占了人家的牲畜牛马以及人民 很多学者认为沙罗奔之所以制造这些地区的摩擦呀 武装摩擦啊 那完全是因为这个金川地区有土地贫瘠 他无非呀,是想让自己的族人过上更好一点的生活 对这一点啊,我倒算是比较认同 不过我也有自己的看法 咱们呀,先就拿沙罗奔这个名字来说 沙罗奔呢,绝对不是他的本名 因为呀,这沙罗奔在藏语当中啊 是上师规范师的意思 这就足以证明啊 这个当时藏传佛教在这金川地区已然很盛行了 这沙罗奔呢,受没受到这魏藏地区分裂主义分子的蛊惑 很难说 可是关于这块啊,至今呢,也没有什么实质 的证据,所以说咱也不能把这事说死 咱们呀,聊的是历史故事 这阶级仇民族恨呢,咱们不能细掰扯 为什么,必定咱们现在是亲如兄弟的一家人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五十六个民族啊,就像十六子一样 紧紧的得抱在一起 不管怎么说吧 这中央政府啊,大清朝廷认为啊 这沙罗奔是反了 反了就评判 你们并管呢,这仗打的有多丢人现眼 最后呢,这沙罗奔还是怕了 怕了还就服了,服了还就投降了 投降了呀,这乾隆皇帝还就真没深究 中间的故事咱一句都不聊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前面一个多月呀 掰扯的都是第一次金川之战 说的够不够的了 咱们呀,接着往下说沙罗奔 这乾隆十四年的二月初五 沙罗奔朗卡舒之二人 摄谈出道,带领众喇嘛多名头目 焚香顶礼是坐月跪赢 赢谁呀,赢这个金雷大学是傅恒呗 这傅恒啊,接受了大金川土司沙罗奔的投降 这就叫回京复命了 这沙罗奔舒之二人跪在道旁啊 是来给这个傅恒送行的 这祈求傅恒啊,回朝之后 在乾隆皇帝那儿啊,多说好话呗 并且这舒之二人还向这个傅恒表示啊 愿意赴京,请罪 到京师啊,乾隆皇帝面前是亲自谢罪 这傅恒啊,当然是把沙罗奔的意思 带到了京城,带给了乾隆皇帝 这乾隆皇帝明白了 这沙罗奔的意思啊,是这几项 其一呢,是要带着自己的侄子朗卡啊 到北京亲自来谢罪 其次呢,还要向着朝廷上乾隆皇帝啊 献上番童番女 自己不能侍奉皇上啊 让这些番童番女啊,来侍奉乾隆皇帝 这乾隆皇帝啊,在这方面表现的还是很仁义的 乾隆皇帝说了,这个沙罗奔的老太隆终啊 不能远行 所以啊,不便来到京城 至于这朗卡嘛,虽然年轻力壮 但是啊,没有出过道 也就是说啊,没得过天花 所以说呢,向蒙古成功啊 未出道者皆不能进京朝圣 所以说这朗卡呀,也就算了 别来了 这关于这个禁献番童番女仪式啊 乾隆皇帝的态度是这样的 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让这些番童番女,离开自己的亲人 来到这个乾隆皇帝身边伺候啊 实在是太有伪人伦了 那以后这些孩子就见不着妈了 所以说呀,让你准备好这些童男童女啊 干脆就在你们那块土地上 也就是大金川土司的营带里边 哎,给我多磕俩头啊 也就算尽心了 所以也不用来 其实呢,这沙罗奔朗卡舒之二人呢 他也没想来 无非就是跟朝廷客气客气 这乾隆皇帝呢 也乐得就适水推舟 就已救已救吧 既然这仗都稀里糊涂的打完了 也打胜了 你人来不来的无所谓 只要你以后安分守己的 在你的一亩三登地啊 过日子,哎,就结了 咱们还是老样子 不能把这沙罗奔一口气啊 就说完了 为什么呀 因为在二打金川的时候啊 他还有两年的戏要唱 哎,这个乾隆二十五年的时候啊 这沙罗奔才死 可是啊,乾隆二十三年的时候 这金川就又有了一栋 今天这沙罗奔的事啊 咱们就讲到这儿 有什么道不道的 还希望您留言区啊 多批评多指正 这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 我乾隆皇帝也赏了功臣了 也纳了详了 哎,接下来呀 可就该杀人了 这样呀 大 IQ 这就非常非常享受 祝购 我们非常享受 有一个人